很多人对于温度的理解可能都停留在最高温度,100摄氏度,的确对于人类来说100摄氏度已经是很高的温度了,但是其实在宇宙当中100摄氏度是非常常见的,动辄上千万的摄氏度也是常见的,太阳的温度就有这么高。 美国探测期近日起飞前往太阳,探测日年问题,能够成功吗?我们都知道太阳是一种高热量的恒星,其散发的光芒,照亮了几乎整个太阳系,它的表面温度达到了5600摄氏度,核心的温度更是惊人,达到了1500万摄氏度。 之所以能够爆发那样惊人的温度,是因为太阳在不停的发生和质变,由于这样的介绍,相信很多人都以为距离太阳越远,温度越低,当然对于在太阳系内部的行星们来说是这个道理,但是对太阳来说却不是,太阳的日年其实很多人都很少了解。 太阳的日年位于太阳,上方一百多万公里左右的地方,这个地方的温度达到了晶圆的一百万摄氏度,比太阳的表面温度高出很多倍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?首先日年用我们人类的肉眼是无法观察到的,只有在日全时的情况下,可以看到日年的形状,这个形状像是一层光蕴一样,不要小瞧这层光蕴, 它可是太阳的大气层,至于它温度为何如此的高?科学家至今还在研究,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,所以它被称为日年加热问题。 在正常的认识当中,热量不可能会随着黎巴热体的距离增远而更加,任何的墙里似乎都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,所以很多的科学家都认为这已经脱离了热力学的范畴了。 日年加热问题成为了期间为止,无法解释的科学难题之一。 科学家为此提出了很多的假设,但是这毕竟都是假设,缺少很多的理论依据。 为了进行更加详细的观测,美国拿萨航天局将在本月,也就是8月11日发射,它和太阳探测器,这个探测器将肩负着侦测这个日年现象形成原因的重任。 如果任务顺利的话,这个探测器将会马上开始前往太阳的路程。 它的最终目的地将会是距离太阳表明200万公里的空中,有很多人担心那里的问题已经超过了这个探测器所能成爱的极限了。 但是相关人员表示不用担心,该探测器的下阳面温度不会超过它承受的极限。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,或将迎来真正的解答。 对于这件事,你们如何看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